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曾经为一只马 他曾经为鹿王 等等等等 我先问各位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整体佛法 世尊过去坐鹿坐马的那些事情 算不算整体佛法的一部分 算不算 大家程度都这么好 直接破梗 算 如果不是因为世尊过去长时间 在人天二圣累积的这些福报 他今生能够成佛吗 不行 他没有办法成佛 对不对 所以呢 整体佛法 就是世尊亲自告诉我们的 他过去三大阿生奇节的努力 全部的一切 都是他成佛的条件 少一点都不行 加减乘除都会了之后 是不是越来越有信心 而且接下来把这个加减乘除 开展到极致 是不是接下来在日常生活上 怎么算术 在天文地理上 在什么任何一个学问上 你都可以把加减乘除派上用场了 所以这整个看起来 原来是一个次序 次第性的 把四则运算都囊括在内了 那么可以说 因为加减乘除 乘除比较厉害 所以乘除就是最厉害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佛法 我们的数学四则运算 就只有乘除吗 不行 因为它都要从哪里开始 加减 所以加减乘除合在一起来 就像是我们说大圣法一样 需要涵盖这个加减乘除的四个层次 但是要不要从加减开始 要 就从我们的二圣开始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 让学的人真的有所受用之后 也能够渐渐地把深广 未来可以开展大圣法 无穷无尽的妙法 无穷无尽的应用 这样的一个大圣法 才能够真的开展出来 一切的法要能存在 背后是不是都要有灵 对不对 一切的数字存在 当我们随便说一个数字存在的时候 是不是背后已经有灵 如果没有灵这个观念 这一切数字是不是都不存在 有人说灵是最没有用一个数字 因为灵是什么都没有 可是如果没有灵 是不是什么数字都不能存在 在阿拉伯数字里面 其实是印度数字里面 灵这个字本来是打一点 后来转到阿拉伯 唯有他们才画一个小圈圈变成灵 那代表的意思是说什么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很悲哀的是呢 当我们把空或者说般若这个字 转成中文以后 我们把它理解成为什么都没有 但是这样的错误 在原来的印度人的世界是不会发生的 应该说空等于一切什么 一切都有 那一切都有 到底空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空叫做空其一切 也就是什么数字 不管你想到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全部拿掉 那就是零 那是一切数字 跟一切数字同时必然存在的那个根源 所以叫做空 叫做般若 叫做如来之障 只有如来才能够明白此障为什么 佛法就像一棵菩提树 那菩提树呢 这个它的根树干 枝叶花果等等 那这些它的功能 作用法相 都是法柱法味 但是这样的一个知见 确实要有善知识 来方便引导教授 那所以呢 三知识可以一步一步 引导我们如何来体现 什么叫做菩提树的根 金 枝叶等等的功能得用 所以借由此 我们两位老师的答复 再做一个总结 也就是呢 学正法来正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